身穿黑色短褲 短袖上衣 网红蕾拉和丈夫汤宇 六号上午在新北处招待 画面熟度曝光 两人头戴鸭舌帽 神情显得有些错愕 在团团警力借户下 被送上警车带回制作笔录 另外一头 轴面则是在新北处处背带 他身穿黑色短梯 黑色长裤 拿着随身物品 表情成正 跟随警方走在街边 随即搭上警车前往警局 因为警方在他家中的置物柜 查获大麻毒品 网红酒manYouTube频道 两百多万追踪 却被爆出持毒背带 家中被搜出十几颗的大麻 甚至气聚齐全 包含研磨器 卷烟器 卷烟纸 以应聚全 被研判吸食 恐怕已经有一段时间 而这回被抓的还有他 晚间团体反骨男孩成员之一的 蕾拉和先生苍宇 也PO出影片 坦诚说谎并吸食大麻 我有 我确实有 吸食大麻的行为 不管是在国内 还是泰国 我都有 在第一时间 我否认了一切 那是不对的 是违心的 我常常都说 我们都应该面对 最真实的自己 所以我想要向 所有人承认我的错误 我做了 全天家的妈妈都不该做的事情 我做好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因此受到伤害 我很抱歉 对不起我说了谎 对不起我吸了毒 我也会不会再做这些事情 网红大麻案连环报会不会越演越烈 也有待警方持续追查 是否还有其他人涉案 TV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